住着拐杖小心翼翼的走下楼梯 他曾经不良于行 动完手术终于可以趴趴走 在波兰南部的比尔斯科比亚瓦 罹患退化性关节炎的病患 现在除了传统疗法还有新选择 医生说被磨损的软骨居然能长回来 软骨是人体内唯一没有神经或血管的组织 关节软骨表面光滑 能够避免相邻的骨头互相摩擦 缓冲运动时产生的震动 但随着年龄增加 软骨会磨损的越来越薄 万一体重超重 关节就更容易老化 产生骨刺及疼痛 最常见的治疗方式之一是人工关节致患 但长期使用可能再次磨损 而且伤口较大 恢复其较长 基于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考量 目前这项实验只开放 70岁以下的病患参加 在医生妙首回春夏 已经有12名患者重新迈出稳健步伐 大家新闻 江云婷